圣徒们同一些妇女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她的兄弟们 都同心合意与专务祈祷 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与ender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传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与大习纶同在 大家早安 保禄 他上次到罗马 到凯撒在罗马 那他到了罗马 他也坐牢 在罗马坐了两年的牢狱 在牢狱里面坐了两年 他也邀请了在罗马的犹太人的领袖们来到他那里 他就是要告诉他们 为什么他现在在罗马 为什么他要上诉 他不是要控告自己的弟兄们 就是犹太人 但是他为了保护他自己 他是被控告 但是他没有可使他死亡的一个罪案 所以他才上来到罗马 他才到罗马去上诉 那他在罗马两年期间 他也是一样的 每一次有人来拜访他的时候 他不忘记告诉他们有关这个好消息 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忠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推炼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我们已经庆祝过 愉悦佳节 求你尝识我们 今后在生活中 在延期上 常能为死而复活的基督 作证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阿们 攻读宗图大事录 宝露到了罗马 获准独自与看守 他的士兵居住 过了三天 宝露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齐了 就对他们说 诸位弟兄 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民族 或祖先规律的事 却被压起来 在耶路撒冷被转交到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在我身上没有找到该死的罪 就想释放我 但犹太人反对 我不得已只好向凯撒上述 并不是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同胞 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谈话 我原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 才带上了这条锁链 宝露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都接待 他宣讲天主的国 教授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 非常自由 没有人禁止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心地正直的人 必想见天主的圣荣 心地正直的人 必想见天主的圣荣 上主住在自己的圣殿 上主的宝座设在天上 他的眼睛垂视平民 他的目光细察是人 心地正直的人 必想见天主的圣荣 上主试探义人和恶人 痛恨强暴的人 因为上主是公义的 喜爱公正 心地正直的人 必想见他的圣荣 心地正直的人 必想见天主的圣荣 祝发生日 讲 阿利路亚 灿美主 讲 阿利路亚 灿美主 讲 阿利路亚 讲 阿利路亚 讲 阿利路亚 灿美主 主说 我要派遣圣神到你们这里来 祂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祂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祂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祂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家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祝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伯多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 那门徒正在晚餐时 靠着耶稣穷腾问 主 是谁出卖你 伯多看见他 就对耶稣说 主啊 祂将来怎样 耶稣对他说 我如果愿意他留着 直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只管跟随我吧 于是 这话流传在兄弟们中间说 那门徒不会死 其实 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死 只是说 我如果愿意他留着 直到我来的时候 为这些事作证 并且记述这些事的 就是这个门徒 我们知道 祂的作证是真实的 耶稣所行的 还有许多别的事 假使一一写出来 我想所要写的书 连这个世界也容不下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们带给你 大家平安 祝我们平安 昨天我们所听到的是 耶稣问伯多路 你爱我吗 他问了三次 那他问的时候 是不是门徒们还坐下来 他们还在吃晚餐 吃早餐的时候吗 但是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 他们吃晚以后 所以他们吃晚以后 可能吃晚了 他们就开始走了 带着他们的那个 说不得已 就离开这个地方走 那就是在路上 在路上 我想 可能耶稣问伯多路的时候 就是在路上 他们拿着他们的鱼走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伯多路跟耶稣一起走 以后呢 耶稣就问他 你爱我吗 以后呢 伯多路就回答 回答完了 他就往后看 看到若望也在后面跟着 跟着来 以后他就问 耶稣 后面那个人 他怎么办呢 若望他会是怎么样 耶稣就说 如果我留着 直到我再来的时候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做的就是来跟随我 你就是跟随我就够了 那我想这个伯多路 我们就想想 伯多路他的心中里面 大概是想着什么 为什么刚才耶稣就问我 你爱我吗 为什么他没有问 后面的那个人呢 后面的那个人不是 你所爱的吗 那你就问他嘛 你有爱我吗 他没有问 所以伯多路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 他就问 他会是怎么样 可能是另外一个 在伯多路的脑海里 他知道 若望是被耶稣所爱的 可能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基督 他得到 耶稣更多的爱 他可能是有基督 伯多路 伯多路可能也不知道 说他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爱 他实际上 他也得到耶稣基督的爱 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一点 好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有很多很多人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有不同的梦想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这个共同点是什么 我们是渴望能够去爱 也渴望被爱 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去爱别人 也可以被别人所爱 这个是我想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可以想想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被爱过 他也应该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 也是可能是找不到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在哪里 因为你爱过 你被爱过 你才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伯多路 他可能看到了 若曼是被爱 他自己呢 他可能是也没有看到这一点 但是耶稣也看到了 若曼的软弱 若曼 耶稣就告诉他 你跟随我 你跟随我 这一句话 这个也代表的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告诉若曼 我爱了别人 你也跟随我去爱别人 我爱了别人是到什么什么地步 也欣赏我自己 你也是一样的 来跟随我吧 你去爱吧 你去爱的你也会被爱 所以耶稣也了解 我的路 心里面是什么 所以他也是鼓励他 以爱去过他的生活 所以在今天 是我们的复活节的最后一天 我们复活节的最后一天 复活的耶稣也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是被天主所爱的 是天主 派遣他的独上者耶稣基督 为了表达他爱我们 他就死了 他死是因为爱我们 他也邀请我们 像他邀请伯多禄一样的 我们要跟随他 以他的爱去爱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运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力 全意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罢圣母环利亚 寄出圣人圣女的环利亚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的依照你的实力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非师欺人的爱慰者圣神 欣赐于我们 极切信友的信奉 求是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打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定时照为同受主义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正比较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愿意的名受显扬 愿意的火来临 愿意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以羞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天主的爱 这个圣神 已经足在我们心中了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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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如我爱了你们一样 给主的爱天的圣神 已经住在我们心中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